美国富豪马斯克 Elon Musk旗下大脑芯片公司Neuralink 在5月25日表示 已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 可就大脑植入芯片研究进行首次人体实验 Neuralink于25日在Twitter发文称 其人体实验或FDA批准是重要的第一步 有朝一日其技术可为很多人带来帮助 但目前仍未开始招募临床试验对象 短期内会公布更多资讯 马斯克设想大脑植入物可以治愈一系列疾病 包括肥胖症、自闭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还可以浏览网页和心灵感应 去年年底他说他对这些设备的安全性非常有信心 他愿意将它们植入他的孩子身上 一时间成为了头条新闻 自2019年以来 马斯克曾多次预测Neuralink将开始人体实验 但Neuralink在2022年 向FDA提交的人体实验申请悖剧 FDA已经向Neuralink指出了几个 需要在批准人体实验之前解决的问题 主要问题涉及设备的锂电池 植入物电线在大脑内移动的可能性 以及在不损坏脑组织的情况下 安全取出设备的挑战 5月美国立法者敦促监管机构 调查监督Neuralink动物测试的小组的组成 是否导致了拙劣和仓促的实验 美国农业部监察长办公室 也正在对Neuralink进行可能存在违反动物 服力法行为的调查 路透社25日引述 Neuralink员工称 FDA已向公司指明数个在实验批准前需解决的问题 涉及设备使用的锂电池植入物电线在大脑内是否可能移动 以及能否不损坏脑组织安全取出设备等 在Neuralink早期的示范中 他们已将硬币大小的芯片植入猴子的大脑 让猴子通过植入物与电子设备互动 马斯克当时表示 该公司将尝试使用植入芯片 恢复残障人士的势力和行动能力 马斯克还宣称 除了治疗神经系统疾病之外 他的最终目标是 确保人类不会在智能方面被人工智能 AI超越 值得一提在中国 类似的人机接驳技术 也已取得一定进展 据中新网5月5日报道 南开大学段丰教授团队牵头的 非人灵长类动物介入式脑机试验取得成功 在猴脑内实现了控制机械臂的可能 突破了血管内脑电信号采集等核心技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分析